裡面儲存的是其他的變數記憶體的位置 然後ij是整數 所以它儲存的是整數的值 那在電腦裡面當然它存的是0101 可是我們要把它分辨出來 i是存5,j是存3 那p呢是存記憶體的位置 那記憶體的位置 我們並不會知道 真正知道機體位置到底在哪裡 因為 我們會透過作業系統編譯器 幫我們做分配 所以我們也不用管它到底在哪裡 你當然可以把它記憶體位置印出來看看 可是它是沒有太大的意義 那假設 假設i它配置的記憶體位置是 i 配置的記憶體位置是0.0.0.1 它也可能是FFFF 也可能是8個F 也可能是12345678 不一定 那p 那p 它還沒有給它初始值 所以我們不知道它只到哪裡去 那這裡就會給初始值 這個and and就是取記憶體的位置 and 是取 變速記憶體的位置 現在 現在 你要寫那些外掛程式啊 就是 去取 去取那個記憶體的位置 然後去改記憶體的位置值啊 所以你的分數啊 或者是什麼 金幣啊 就會增加這樣 好 這是 取 取記憶體的位置 然後你如果增加太多啊 被 被那個 抓到 你就被停權這樣 那就再刷一個帳號 再刷一個帳號 可是你已經養那麼久了 好 還是外掛很快嗎 蛤 外掛很快啊 很快喔 好 對 所以 那 我們取 I的記憶體位置 假設啊 I是0001 那它 儲存的就是0001 那一般我們 不會知道它是 存多少值 所以我們就會這樣子 好 就這樣把它指回去 那 我們 I等於 I加J 這樣的話 I就等於 8 要先執行這一個才對 信號P等於6 1 妳 1 2 2 3 1 訊號PR是取這個指標屬指機體位置裡面存的值 我講中文 訊號它是取 它的作用的那個操作源 這個是運算值嘛,這個是運算源 所以它取它的運算源就是這個指標變數 好,取指標變數所指的機體位置 指標變數所指的這個變數 這個指標變數 這值這樣就比較快 這個指標變數 那你如果要講全名就是 PR,P存的這個機體位置 那個變數裡面的值 所以它是取指標變數所指的變數的值 好,或取指標變數 存的那個記憶體裡面那個變數裡面的值 對,所以是5 那我們這個是指向它 所以,所以,所以信號 所以信號P 就會等於I 信號P就等於I 信號P就等於I 設定P等於M的I的話 那在程式裡面看到信號P啊 你就把它看成I就好了 因為P 因為P 因為P指向I 信號P就是指向 信號P呢就是I的值 好,因為P指向I 所以信號P呢就是I的值 所以就是把6啊寫到 信號P就代表I嘛 就等於I等於6啊 就是 就是 信號P就等於I 因為信號呢就是取指標變數所指的變數 這個,指標變數所指的變數 那裡面的值 裡面的值就會被改成6 好,所以 就是 信號P就等於I 那沒有問題 可以嗎? 所以 之後一切的變化都從這裡開始這樣 對 所以這也是